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王淼 欢迎大家学习科学技术史正门课 我们今天讲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明孕育并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自原始社会萌芽以后 在天文学、数学、农学、医学、地学、实用技术等方面 持续稳步地向前发展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科技文明 中国古代若干技术发明和科学知识 曾经传播到朝鲜、日本、印度、波斯、阿拉伯 并影响到遥远的欧洲 为世界文明的进步贡献了力量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古代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 天文学是产生最早发展最为成熟的学科之一 中国古人重视对天象的观测 并留下了持续时间长、内容丰富、系统性较强的天象记录 这些天象记录使我们跨越时空 看到了古代的天空 为我们追踪天体的变化 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信息 那么中国古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天象观测呢 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编制立法的需要 也就是说 要编制一部立法并颁行立书 对日、月、五星以及日月交时的观测是必不可晓的 二是由于受到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 即认为天象与人士密切相关 所谓天垂相、见吉凶 关乎天文以察十遍 所以星瞻树受到宫廷的特别重视 并在政权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 因而中国古代特别注重监视和观测 那些人们认为反常的或异常的天象 比如太阳黑子、流行雨、彗星、超新星、五星连珠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 正常天象以及在当时人们看来 异常的或反常的天象 都成为天象记录的内容 这些天象记录 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为我们留下的极为珍贵的遗产 人们利用这些记录 得以准确推导或检验各种基本天文数据 例如太阳、月亮和行星的各项数据 也为人们检验现代天文学理论 提供了历史观测数据 通过太阳黑子记录 可以探讨黑子产生的周期性 及其对地球气候的影响 通过流行雨、彗星的记录 可以探讨流行雨和周期彗星的周期 通过超新星记录 可以探讨恒星演化的过程 这些天象记录 已经在科学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 星图和星表 常常能够代表星象观测的水平 星表是把测量的若干恒星坐标汇编而成的 战国时期的史诗星表 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之一 星图则是恒星观测的形象记录 就像地理学上的地图一样 有不少中国古星图保存至今 非常难得和珍贵 比如敦煌石窟中发现的 绘制于公元八世纪的星图 载有恒星1350多颗 是世界上现存星数最多的星图之一 再比如 现存于苏州市博物馆的苏州石刻天文图 公元1247年刻在石碑上 上面载有1400多颗恒星 编制一部精密的历法 并根据这部历法编算每年的历书 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 日月星辰的运行有其规律性 正如战国时期寻旷 在寻子天论中所言 天行有常 中国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和计算 寻找天体运动的规律 这是中国古代历法研究中的基本内容 为了使历法符合天象 中国古代不断进行改例 而改例的过程就是使历法精密化的过程 中国天文学家运用特有的代数学方法 计算和预告天体位置和日月交实 并以实际天象做出检验 从汉武帝时代起 中国古代历法就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范式 到元代郭守静和王寻编修的寿实力 则达到了最高峰 除了日月时和行星位置的测算 等一系列方位天文的课题外 中国古代历法还包括编排日历的工作 阴阳合力是我国鼓励的特色 它既考虑了太阳式运动 同气候变化的内在联系 又考虑了月亮式运动和月相变化 创立了大小月和润月的方法 使两种周期巧妙地结合起来 为了表达季节气候的变化 又创立了24节气 它主要反映黄河中下游地区的 气候特点和农市概况 对指导农市生产活动有重要意义 关于宇宙的结构 自古就引起人民的思考 这是古代天文学中的宇宙论问题 讨论天和地的形状 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日月五星在天上的运动等 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多种宇宙结构模式 最主要的有盖天说 魂天说和宣夜说三家 盖天说从原始的直观的天原地方说发展而来 认为天原如张盖 地方如棋局 后来发展为天四盖立 地法复盘 东汉天文学家张衡总结和发展了魂天说 认为魂天如鸡子 天体如弹丸 地如鸡中黄 魂天说模型不需要借助人为的假说 就能解释一些基本天象 因而为大多数人和立法家所接受 宣夜说则认为天是无限的 日月星辰自由地浮在无限的宇宙空间 是从哲学角度提出的 对宇宙结构的一种思辨性的看法 天文仪器的研制是天文学发展的基础 对天文学观测水平的提高 具有重要影响 大约在四千多年前 出现了迄今为止所知道的 最古老的天文仪器 表 表就是直立于地面的杆子 结构简单 在太阳光照射下 立杆见影 可以用于确定方位 此外可以利用一天中表影方向的变化 来判断时刻 如果将表再加上一个刻有放射状 时刻线的圆形石盘 就演变成了即时已气日归 还可以利用一年中正午表影长短的变化 来判断冬至日和夏至日 通常将有刻度的平板 紧挨着表基础朝北水平放置 就可以直接读出正午时表影的长度 再通过计算方法 可以得到冬至日和夏至日的时刻值 这里可以用来测量隐藏的工具或装置 就是硅 硅和表的结合就称为硅表 中国古代所用硅表的表长 通长为八尺 元代国首镜创立了高表 将表高增加到四十尺 明末行云路 在测算回归年长度时 使用了六十尺高的目表 这是中国古代天文测量中高度最高的表 硅表是观测和研究太阳方位的仪器 另有一类天文观测仪器 可用于研究恒星 行星 包括太阳月亮在内的 几乎所有天体的运行规律 这就是魂移和魂像 在计时仪器方面 比较常用的是日规和陋刻 陋刻是利用水均衡滴漏原理来计时的 它的起源也很早 并且不断得到改进 值得一提的是 北宋苏宋和韩宫连制造的水运仪象台 是一座大型综合性天文仪器 将魂移、魂像、归表、计时 以及暴食等仪器集于一身 体现了中国古代天文仪器制作的高水平 中国古代天文学 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 在天象记录、立法编制、宇宙结构、天文仪器等方面 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并在元代达到了顶峰 进入明代以后 天文学虽然基本上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但从总体上看 处于停滞的状态 从明代中期起 日月交时的预报已出现较大的误差 就是这种状态的集中体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 在朝野都出现了改例的呼声 并开始重视天文学研究 恰在此时 西方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 随着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传统天文学开启了 向西方近代天文学过渡的历史进程 本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讨论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同古代天文学一样 我国古代数学也是远远流长 古时称为算术 后来又称为算学数学 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 对中国古代数学成就略作介绍 第一 算筹及实际未执制技术法的发明 夏商周三代虽然没有数学著作流传至今 但却有两项重要成就 一是创立了实际未执制的技术法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方便的技术制度 二是创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工具 以算筹为计算工具的计算方法称为筹算 第二 九张算术的数学成就 中国传统数学的第一个高潮 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西汉完成九张算术和周壁算经等著作的编撰 是对此权数学发展情况和数学知识积累的总结和升华 九张算术奠定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基本框架 设计分数四则运算 比例和比例分配算法 开方法 线性方程组解法 解勾股型和勾股数组等数学问题 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 刘辉和祖聪之的数学工作 公元260年前后 我国魏晋时期数学家刘辉 以演义逻辑为主要方法 全面证明了九张算术的公式和算法 写成九张算术著十卷 这部著作的完成 标志着中国传统数学 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刘辉的一个杰出贡献 是给出了运用割元素 求圆周率的科学方法 割元素就是用圆内阶正多边形 来近似代替圆 包含有初步的极限概念 和直线曲线转化的思想 他利用割元素 求出圆内阶正3072边形的面积 算出圆周率π等于3.1416 刘辉之后 南北朝的祖聪之 使用刘辉的方法 求得了一个精确到第八位 有效数字的派之 他求得的圆周率数值 远远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 第四 宋元数学四大家的数学成就 在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的发展过程中 宋元时期是一个登峰造极的阶段 秦九韶 李也 杨辉 朱世杰 是宋元数学家的杰出代表 被称为宋元数学四大家 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 书中突出的成就是 高次方程的数值结法 和大研总数数 即依次同于方程组结法 这两项都是世界级的重要成就 李也的数学著作《测元海径》 是现在流传下来的最早一部 系统论述天元数的著作 所谓天元数 实际上是列方程的一种代数方法 它的产生标志着方程理论 有了独立于几何的倾向 杨辉著有杨辉算法等著作 深入浅出图文并茂 并收录了古代的一些 有价值的数学史料 流传较为广泛 朱世杰著有《算学启蒙》 和《四元意见》两书 《算学启蒙》是一部 较好的启蒙算书 《四元意见》是一部 数学专门著作 创立《四元数》及《四元高次方程组结法》 被誉为古代筹算系统发展的顶峰 第五 朱算盘的应用 明代商业的蓬勃发展 促进了使用算术的发展 在数学著作中 出现了较多与商业有关的应用问题 1450年 无尽的《九张算法比例大全》 是商业数学取得进展的标志 到明代中叶 朱算术取代酬算术 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 明代的朱算术著作中 流传至今影响较大的是 陈大卫所著算法从中 中国发明的朱算术 先后传到日本 朝鲜等东亚各国 并被广泛使用 我们本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